这祸还没醒呢 雁to oh Good Morning That's how you say good morning in this hotel perfect Hello guys 第二天早上我們依然在Rotorow 也在Union Victoria Motel 然后今天呢 早上跟大家汇报两个重要的新闻 第一个新闻呢就是 从今天的三两点就直接跳 从一点直接跳到了三点就没过到两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马上过夏令时了嘛 所以就要提前一个小时 所以现在是八点 但是按冬令时现在只是七点 所以说现在和国内的时差是五个小时了 第二条新闻就是昨天晚上十一点半 然后新西兰的大选终于完满的落下了帷幕 然后国家党一百分之四十六点五 然后像怎么说是比其他党派都多 虽然国家党现在拿到了最多的选票 但是现在国家党不能阻隔 因为一共国会有120席 你看国家党只有58席 党派必须达到61席 就是超过60席 你才可以自己单独组隔 现在国家党的处境就是 国家党必须要拉到NZ First的优先党的 新西兰优先党的 Wincent Peters的支持 然后他们两个共同一起执政的话 就会超过61席 所以他们就可以组隔了 然后至于Labor Party的话 也不是没有可能他要吸纳其他所有的小党派之后 他才可以完成阻隔 所以现在对于National Party来说是有利的 然后对于Labor Party是比较劣势的 但是也不代表Labor Party不可能执政 所以我们要等到11月7号 最后揭晓西西兰的下一任总理到底是谁 然后今天报完时事呢 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行程 然后今天我们的行程呢 第一项当然是继续泡个温泉 早上泡个温泉 如果有哇塞 这才是早上应该有的样子 然后早上泡完温泉舒服完之后呢 我们要去吃个早餐 吃完早餐我们要去Skyline Rotoroa特别有名的Skyline 去骑小自行车去 OK那我们开启第二天在Rotoroa美好的生活 哈喽 Hello guys 我们在Uni Victoria Motel度过了温暖而舒服的一半 然后我马上要离开进行我们下面的Skyline之行 然后在走之前呢 给大家准备了礼物 有一刀两刀 然后五毛两毛一毛的西西兰园 然后我会藏在这个Motel里面 然后大家下次来的时候就可以去找找看 然后我会告诉大家我的一刀藏在哪里 然后剩下的就靠你们自己去发现了 Let's go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第一个硬币 H 一刀硬币哦 藏在了这个花的下面 就是在表面 大家不用骂第三次了 到时候给酒店刨了不太好 我藏在的位置都是比较浅显的位置 然后大家下次来住的话就可以找一找 五毛一块两块五个硬币 然后其中一块硬币藏在这里 然后其他的有一个硬币藏在了我的16号房间里 因为昨天晚上我做的16号房间嘛 我藏在那个房间里 然后其他的三个硬币撒落在这个Motel的各个角落 当然在表面了大家不用拾进去挖啊什么的 然后那三个硬币就等着大家去发现吧 然后你发现了就归你 然后大家发现了之后不要忘了给我拍个照片 让我告诉我一下你找到了那个硬币哦 然后大家加油 我离开了Motel我们要先吃个早饭 大早上起来炸鸡 搭炸鸡香肠加一个村卷 我这一块大炸鸡加一个三明治 哥我们没吃完饭呢你等会再来呗 哈哈哈 这鸟看到我们的这么丰盛的早饭也也受不了 给它一小丢丢 一小丢丢 给 还真吃啊一点不客气啊哥 第二只也来了 给它远到来都是客给 哈哈哈哈 我们准备一大块看它赶不赶过来 哎 快好像准备一大块就跑了 将它引过来 哎 然后下一个再扔近一点 近一点 哎过来 哎 哎 不傻这鸟啊 不过来啊 我这把鸟聪明呢 我食物不离手 它们就完全不吃了 只要扔出去它们再吃 哈哈哈 给大家看一下早上9点05的时候 美亚跟我说运动结束 然后我跟它泡完温泉 哈哈哈 估计它得气死了 大家能看到那边烟雾缭绕吗 就烟雾缭绕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看那边 那种地热往上喷的喷泉 那叫喷 不叫喷泉 那个叫什么泉 地热公园里面的间歇泉 也叫喷泉了 其实 Cue了 Welcome to Tepui 这是毛里员 我读了对不对我不知道 然后等一下我们 我们现在在 应该在这边 然后要进去看这个 然后要看这 最主要的当然就是这个间歇泉 Let's go OK I'm very pleased to have to take this for Alos This one? Yep No problem Where are you from? Ok Give me the driver's license on here There you go There's your receipts there There's your two passes One each And I'll give you a map as well We're just over here at the information center Across the courtyard at number one We offer free guided tours every hour Oh yeah The next one available to you is at 11 o'clock You're most welcome to join OK If not you can explore by yourself at your own time There you go Thank you Cheers me Bye Bye 这是他们毛利人的绿石 绿石干嘛 这是那根宝石是绿色的那个 把这石头切开里面就是嘛 就是他们脖子带进去是吧 就是经常脖到墨绿色的那个 跟翅翠的样子是吧 但是它的韵度不够翅翠 那么硬度 原来就是 这就是毛利的秀 毛利的表演的地方 然后这是毛利人传统的房子嘛 但是今天时间不够 所以我们就不看毛利表演了 然后今天我们就直接 去看其他的东西 因为毛利兽是一个小时一趟 一个小时一次 然后下一次表演的时候是11点 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开三个小时回药克兰嘛 所以没那么长时间 所以今天就带大家看看 除了毛利兽其他的东西 对毛利人这边人家喜欢偷舌头 然后经过毛利兽那个房子之后 我们就到了一个像展示 展示毛利人之前住的房子的地方 大家进去看一看吧 这有树枪的 这个太小了 这个太小了吧 大家看这个门太小了 我能想毛利人那么壮 怎么进去 因为它有防止别的大型野兽进去 防止大型野兽进去 好吧 防止我这样大型野兽进去 大家真的 不要看里面 不要看 大家真的不要看外面看小 其实里面还蛮高的 我1米9的个子在里面都能站直 1米78了 没有1米9 然后 这房子后面有个小门 这是干嘛 应该是宠物进出的地方 还有一个门 然后还有一个窗户 恩总 然后还有小凉亭 可以啊 这个这是毛利人的 就是这个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睡了 他们在里面睡了几百年的地方 这也是毛利文化的一部分嘛 然后衣食住行 然后这个是住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毛利人的吃 就是晒着鱼干 毛利人是吃 因为这边那个靠海嘛 比较多的鱼铲 所以就把鱼 然后晾起来就当食物 然后大家看这个 这个是粮仓 因为它离距离地面还有一段距离嘛 然后就能保证粮食不受潮 然后这边他们一般吃那个地瓜 所以这放了个地瓜 按照举个大相机 跟那个毛利人进村 进村的似的 Kuruaki 然后我们已经逛了第一个院子 就从那边进 然后这边有一堆几个房子 有不同作用的房子 相当于一个家庭的基本配置 就是在古代的时候 毛利人家一个家庭基本配置 或者是一个不足的基本配置 对了忘了和大家说 今天那个门票 今天门票是32一个人 然后如果是大家正常来的话 是52一个人 因为我们俩有那个新西兰本地驾照 他会问你你从哪来 然后我俩说从奥克兰来 然后他问那你有那个新西兰本地驾照 然后我们俩就出示了一下 新西兰本地的驾照 然后他就给我们打了个折 就是一个人便宜20的 便宜不少 大家如果有新西兰驾照的话 来的时候要出示新西兰驾照 然后非常傲娇的说 你从奥克兰来 或者从新西兰其他城市来 然后跟他一出示那个 新西兰本地的驾照的话 他就会给你立马剪掉20道 还是不错的 OK 我们已经到了烟雾缭绕的地方了 其实这里面的水和我们昨天泡的温泉 是一样的水 只不过我们那个温泉水 是从这下抽出来的 它就是在地上而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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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家看 地路了 我坐在我的袋子上 可以了 可以坐了 可以坐了 我只是坐在我的背上 你的背上很好 大家看这个是热床 有点像国内汉蒸 国内汉蒸里面有那个热床 它主要是春天上地热 不用加热 大家看那个地方了吗 那个地方其实是个做饭的地方 天然的蒸香的那种感觉 然后把食物放在里面 然后放在那个天然的蒸香里面 然后过个十分钟 哇 那玉米差不多十分钟就能煮熟 然后其他的肉 然后差不多两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蒸就可以给它蒸熟 我们去看一眼 能让进吗 不知道 它不让进 但大家在外面可以看到一下 因为它一直 一直在冒那个烟 大家就知道里面有多热 就有一种温泉煮鸡蛋的感觉 只不过是地热会更热一点 而且它会能 蒸出来香蕉更好吃了 香蕉 香蕉那么弄以后 它里边水分就少了很多 那它蒸出来会有一种臭鸡蛋味 会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可以哦 然后因为之前跟大家说过 这通话的地热自然主要是 硫磺含量特别充足 所以说就是臭鸡蛋味 然后大家看到冒烟那些 那边整个一个山全是白色的 白色的就说明全是被硫磺气 然后那个出烟那个口 还是黄色的 所以说全是硫磺 然后大家也能想象到 这个整个公园里的味道 就是整个公园都是臭鸡蛋味 这里有100度 100度高感觉的 这是MAD POOLS MAD MAD是那个泥的意思 MAD POOLS 就是泥池塘 这也蛮有名的 还上过那个新西兰的邮票 然后新西兰的火山泥也是蛮有名的 大家如果来的话 可以买回去敷敷面膜什么的 然后大家看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里面有KIVI鸟 新西兰国家有KIVI 但是里面特别暗 因为KIVI特别怕光 所以里面不能拍照 然后也不能有光 所以说大家刚进去的时候 可能会不是人 因为白天嘛 眼睛要剩一段时间 然后才能恢复夜视能力 然后大家可能认真找的话 可能找到KIVI鸟 然后KIVI鸟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大家看这个KIVI还是蛮大的 它还没属于成年的KIVI鸟 所以说它还能长到更大 KIVI鸟这个大还是蛮逗的 它KIVI鸟生这个蛋 超过它本身体重的20% 所以说KIVI的繁殖 还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KIVI现在是 新西兰的宾威物种 大家看那个地质公园里面的植物 长得非常的茂盛 然后苔藓 跟那个地盘一样长得苔藓 让大家看一看鸟 就是这样子的叫木鸽 木头鸽子 让大家看那个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其实是捕获木头鸽子的 然后这里面放着木头鸽子在吃的东西 吃的绳 然后这有这个小绳 然后木头鸽子抓进去吃东西 它的脖子已经进去了 然后它又出不来了 你看 这就是抓这个鸟 就是抓它的脖子 扣住它的脖子之后 就越拉它越正越紧 就补鸽子用的 以前毛利人补鸽子用的 对大家看我左手边这个建筑 就是毛利文化村的一个标志权建筑 然后各个国家领导人来的时候 大家可能在电视上看那个镜头 那个房子就是这个房子 因为西西南特别注重毛利文化 所以每个领导人过来的时候 都要经历毛利人的欢迎的仪式 它也属于一个外交仪式 还蛮棒的 这是我们西西南特有的圣诞树吗 白色泡沫加上了鲍鱼壳 好可惡 好可惡